美容院女老板独自进入这个房间 从此失联 生前好友会算命 推测出女老板失踪的方向 公诉机关指控其杀人分尸 那你认为王燕在你家中是怎么样死掉的 不是我认为 应该他就是自杀 庭审现场本期节目 王燕之死即将播出 这里是湖北省恩施市春光家园小区 2015年10月20日下午 小区里的道路停满了警车 行侦技术员步履匆匆 进入了这个门牌号二单元103室的房间 这里是一个被人精心破坏过的现场 整体经过打草 清延 就是比较有费的 但是第一感觉就是这个屋里的屋檐站起 有一些很反尘的地方 比如说这个箱 这个箱烧了 它是个土豆破成的 它把土豆切成 把它土豆上面 这些水槽 这些 还有这个 土豆切成器造 就是经过自己打草 厨房和卫生间里 都有切开的土豆块 上面插满了烧过的香 这么与众不同 而又大量的烧香 莫非是要用香的味道 掩盖什么吗 打草过的水槽和灶台 又掩藏着什么秘密呢 警察为什么要进入这个房间 他们在寻找什么呢 原委才说 有一位妇女名叫王燕 家里人已经两天时间联系不上她 多方寻找之后 听说王燕两天前来过这个小区 警方查看小区监控 确实看到了王燕的身影 家里有人却不应声 警察进门之后 房间主人神色慌张 在这个小区里面 他就只认识你这个人 不可能不来找你 然后他一直否定 一直否定 然后因为我当时有两个直觉 第一个呢 神色很慌张 敲门不开 神色很慌张 第二个房间里面 有烟雾标了 烧着这个香 满屋子的香 袁伟财在房间里 没有发现王燕的踪迹 有一个古古名中的行李箱 引起了他的注意 脚踩在那个箱子上面 踩了一脚 踩来的是 因为行李箱 它都是装着什么衣服的 衣服的话 踩下去的话 它肯定是软黏的 但是这个踩 就是它没有 没有时间往下沉 感觉 有点那个主动的感觉 袁伟财关注行李箱的举动 让房间主人大惊失色 行李箱被打开之后 一个惊人的事实浮出水面 我就问他 这个是什么 他说是拉招 然后呢 我们感觉肯定 有一点那个 怎么说呢 凭着那个 真他那个直觉 感觉还是不太好 然后呢 我们把那个 黑色的 包的黑色的 他所所谓的 那个腊肉 把它翻出来 翻出来 翻出来之后 还在 还有一点血迹 在流血 然后呢 我就再次的问他 这个是什么 这到底是什么 那时候怎么可能 可能现在还有血 他那个时候才说 这是网验 我是七奇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 停水现场 经过检测 行李箱里发现的尸块 确实属于 失踪女子 王燕 当民警敲门的时候 犯罪嫌疑人 已经做好了 逃跑的准备 也就是说 再晚几分钟 就很有可能 带着装满 尸块的行李箱 逃之夭夭 细心的民警 及时破获了一起 害人听闻的案件 那么王燕 为何独自一人 进入这个房间 在他进入房间之后 到底遭遇了什么 王燕又是 因何而死的呢 他就是犯罪嫌疑人 李仲海 我有罪无罪 华庭认定 华庭认定 就是说 我是不是杀人犯 他就是华庭认定过后 我自己认为 这不是事实 我还可以上诉申诉呢 对吧 对 我还有这个权利 这里是湖北省 恩施州中级人民法院的 大审判庭 开庭之前 民警和公诉人 把相互证带到了法庭 在法庭进行举证 制证的时候 到时候我们的公诉机关 公诉人员会出示 这一组系列的证据 以便于整个案件的审判 公诉机关 对可能遇到的情况 有心理准备 从整个案子的情况来看 我们之前也做了充分的预测 就是预测到被告人可能翻供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 正是基于我国目前的司法现状提出的 就是要凸显人民法院 在被告人定罪量刑的环节上的实质功能 真正发挥人民法院的把关作用 通过开庭的形式 在控辩双方在场的情况下 对指控被告人有罪的证据 逐一举证制证 做到事实证据调查 在法庭 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 判决结果形成在法庭 好 法院即将开庭 我们进入今天的庭审现场 被告人李仲海现年51岁 高中文化离异 无业 湖北省恩斯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现在开庭 你以前受到过法律触碰没有 有 你受到的时间种类 向法庭陈述清楚 应该是1985年令盗窃罪 被判 被判准有几度行两年 然后就是在杀养服刑的时候 因脱逃罪被夹刑一年半 被告人李仲海服刑期满 以打零工为生 后来因为口齿伶俐 在街边摆摊帮别人算命打罐 对自己的预想就是这里有一截 有这样一截 多次接受刑事处罚的李仲海 能否如实供述呢 下面开始法庭调查 首先由供述人宣读起诉书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 起诉书 二恩州检刑诉 201630号 被告人李仲海 答案 起诉书指控 被告人李仲海和王燕 长期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 案发当天 李仲海不满王燕 态度敷衍 且怀疑王燕另有其人 醉起了杀人之心 被告人李仲海 趁王燕起床 欲去洗澡时 用王燕裹在肩上的披肩 从背后热其脖颈 致其死亡 本院认为 被告人李仲海 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 致一人死亡 其行为 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232条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应当以故意杀人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下面由附带民事诉讼 原告人的诉讼代理人 宣读附带民事起诉状 王燕的丈夫 女儿和父母 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向法庭提出诉讼请求 判决被告人李仲海 陪伤 事原告人 被告人李仲海 故意杀人 致网人失望的 失望陪伤金 因本案有附带民事诉讼 本庭决定先对刑事不分 进行法庭调查 被告人李仲海 因不满王燕对你态度敷衍 怀疑王燕另有情人 就趁被害人王燕 起床准备去洗澡时 用披肩将王燕勒死 并在第二天 睡尸 祖师的基本事实 是否属实 不是 被告人李仲海 对起诉书的指控提出异议 说实在的 跟他就没有发生性关系 这个是我编的 至于为什么编 原因以后我在说 后面我在说 李仲海辩解 自己没有杀害王燕 当自己睡醒一觉后 发现王燕已经倒在了卫生间里 被害人王燕惨遭分尸 死因出现两个版本 李仲海和王燕之间 究竟有什么样的恩怨情仇 我这样告诉你们 只有他有招呼我都会 我条件的执行 可以这样说 第一次判刑 第二次被夹刑 都是因为王燕的事情 是吧 是 庭审现场本期节目 王燕之死正在播出 下面由公诉人 对被告人李仲海进行询问 李仲海辩解 自己和王燕上学时就认识 双方有感情 你跟王燕是在什么时候认识的 认识呢 那就走了 应该是八 82年吧 82年到83年 嗯 对 你与王燕是什么关系呢 那时候是同学 那时候是同学 对 现在跟他是什么关系 现在 在我的心里 他就是我老婆 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的 这个我记得很清楚 嗯 这个是2008年的6月16号 2008年6月16号 因为李仲海犯案入狱 王燕的父母拒绝让女儿和李仲海来往 2008年 已经各自有了家庭和孩子 李仲海和王燕再次相逢 等我父母过世之后 王燕生前开办了一家美容院 生意不错 收入可观 在看病买房等事情上 帮助过李仲海 李仲海对外宣称 王燕的财运来自于 自己帮他打卦算命 他就是我老婆 什么经常见不见面的 曾经有要求 天天都在我那里 案发当天 王燕买了一条香烟 来到李仲海家 也就是案发现场 就案发这一次 王燕是什么时候到你家中的 大概12点多钟吧 他请你帮忙 说命没有 他说他投资 做一个生意 他说你帮我那个 他说我来咨询一下你 看做 能不能做 能不能赚钱 意思就是说 他要投资 李仲海供述 王燕准备和他人 一起投资做生意 那天带着香烟灯门 是请自己帮忙 推算一下 投资的得失 李仲海辩解 自己帮王燕 预测完之后 睡了一觉 谁知道醒来后 悲剧发生了 你发现他的时候 是什么状态 他就那个 那个地方有一条口 那个地方 哪里有一条口 这个地方 脖子 对 右边还左边 右边 右边 对 李仲海辩解 王燕死于自杀 李仲海为什么 没有及时报警 反而在案发第三天 警察登门寻找王燕时 还在闪烁其存呢 李仲海辩解 自己不是故意隐瞒 后来向民警 承认了旅行相邻 是王燕 那个王燕的这些尸体 是从哪里来的 尸体从哪里来的 对 你是讲那个旅行箱里面 是装的王燕的尸体吗 是啊 这个尸体是谁装的 我装的 李仲海 为什么没有报警呢 你发现王燕尸体的时候 你为什么 想到要把他的尸体 跟他肢解掉呢 这个地方 是这样的 你为什么不打电话 进行报警呢 这个地方 我慢慢说 你简单的说一下嘛 为什么 理由 你直接回答 无助人提问 我想想啊 不是 你刚才问的是什么 为什么 你发现王燕尸体的时候 为什么不报警 而是想到的是 把他的尸体进行肢解 因为另外有一个目的 我不可能随便 把他拿出去 换句话说叫做 为什么 为什么 想想啊 为什么不报警 为什么要对他进行知诫 为什么不报警 为什么不能报警 李仲海辩解 之所以没有报警 是由于自己对王燕有过承诺 为什么不能报警 因为我一报警的话 我不可能让他 我去那个 就是以前我对他有一个承诺 什么承诺 他到我们家里 跟我去删过几次 烦 他说我也是你家的媳妇 但是我也到这来的 就这样的 有一个承诺 你直接简单的回答 你为什么当时不报警 就是要去治解他的事 就是不能报警 为什么不能报警 报警之后 我就不可能 把他弄出去 安葬到那个地方 你认为就是说 报警之后 你不可能把他 安葬到你老家 对 王燕找李仲海 是为了预测投资前景 对于改善生活 还有期待 怎么会突然自杀呢 那你认为王燕 在你家中是怎么样死掉的 不是我认为 应该他就是自杀 那王燕为什么 这时候会在你家中 选择自杀呢 然后把这个生意 这个东西 我给他说完了之后 然后我又说了一句 我说从你那个瓜看 我说你近段时间的 桃花印还走得不错 但是我说你身边 至少现在有四个男人 李仲海认为 王燕死于自杀 但是没有正面回答 他认为王燕 死于自杀的原因 王燕死后 你把他的手机砸了 你为什么还要用你的手机 给王燕的手机 发信息呢 这个地方就实发实说 是这样的 因为我也不了解 那个东西 那个短信息 到底还能不能知道 等等等等 因为我说我划个信息 试一下 这就是我的本意 当然在公安局 这个情况 我是那样说的 我说就是为了敷衍他们 然后拖延一点时间 李仲海打包好行李 准备转移尸体的时候 给王燕的手机发了一个短信 内容是 玩什么失踪嘛 希望你赶快出现 被告人李仲海的辩护人 可以就起诉出指控的犯罪事实 向被告人发问 被告人李仲海 有没有想过救治王燕呢 对于王燕的死 李仲海是不是如实供述呢 在他的尸体旁边 有一把这个美工刀 是不是 是 除此之外 在他当时倒地的位置 还有没有其他东西 还有没有别的东西 除了这个美工刀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 在他身边 嗯 具体是指哪一类 就是可以指他死亡的东西 没有 肯定没有 没有 李仲海辩解 王燕死于自杀 他认为王燕自杀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呢 15年10月18日下午 王燕到了家去以后 你与王燕发生个纠纷没有 没有 他为什么要自杀 至于这个问题 直接回来 解明而要 应该是内疚呗 他你说他内疚 对 什么原因内疚啊 和另外一个男人交往吧 李仲海辩解 自己不是杀人凶手 我有究竟 快认定 被害人王燕的死亡原因 究竟是什么 这个宿海人还和其他男人合伙做生意 甚至于连做生意的资金都是由宿海人全部出的 评审现场本期节目 王燕之死正在播出 李仲海一再说 自己和王燕的感情很好 他甚至认为 王燕是由于感到内疚而自杀 不过他的这个解释 让人觉得非常费解 由于案件发生时 只有李仲海和王燕两个人 在王燕已经死亡 死无对证的情况下 怎样才能还原事实真相呢 在接下来的举证制证阶段 公诉人将用严密的证据锁链 解开本案的来龙去脉 下面由公诉人就起诉出指控被告人 李仲海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 向法庭举证 被告人李仲海及其辩护人进行执政 举证执政案一阵一直的方法进行 什么呢 下面公诉人将围绕起诉书指控的事实 逐一向法庭举证 公诉人向法庭出示了证人 朱某和肖某的证词 问李仲海 王燕是否去他家里 李仲海回答 没有去 当晚二十二时许 李仲海给朱柯宇打电话 说其算了一挂 算出王燕出门玩去了 并且是咸风方向 萧兰的证言主要证实 李仲海会算卦 2015年10月20日早上7点多 王燕之旅杨涵说 王燕手机无法打通 其给李仲海打电话 问是否联系王燕 并请李仲海算了一挂 李仲海说 王燕应该是到 西南方的同学家里去了 被告了李仲海 对刚才公诉人 出示的证人证言 有什么意见没有 听信到没有 下面请公诉人继续举证 下面公诉人出示了 第三部分证据 主要证实王燕死亡原因 公诉人向法庭出示了 一组法医学尸体检验证书 排除了王燕中毒死亡的可能 认为其死亡原因 是机械性窒息死亡 尸体系死后被肢解 这一组证据主要证实了 王燕的死亡原因 排除中毒死亡的可能性 其死亡原因 系机械性窒息死亡 尸体系死后被肢解的 被告李仲海 对刚才公诉人出示的 两份鉴定意见 有什么意义没有 没有 李仲海刚刚对王燕的死亡 鉴定意见表示没有意义 突然改变了说法 不是那样的 你说你陈述你的 因为他的死因 他的死因我清楚 他的死因应该就是血流亡了 是的 应该是这样 不是这些事情 就是你先陈述了 自杀死亡 是吧 对 公诉人对被告人 这个执政意见 有什么答辩意见没有 公诉人需要说明的是 该份鉴定意见是具有资质的 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员 怎么判断王燕是不是自杀身亡呢 因为我们正常人的话 在自杀做警部切开的时候 他先可能想到 但是我们在做华医学检验的时候 这是绝大部分都出现的这个情况 先花一条小口感觉到比较疼 忍不住 他下定决心在那里下 那么第一次 第二次就可能是失切了 第三次 下定决心过后 他就 就真正的起了那动静 从情理上来说 王燕无法对自己一刀割喉 把医学检验 也否定了王燕持刀自杀的说法 比如说面部 眼睫 在这肺和心脏 我们都发现了一个出血点 这个出血点就是一个窒息的死亡的一个特点 工作人员现场宣读了尸体检验报告书 被告人李仲海 你还有什么新的意见 对这份鉴定 这个我不知道我也没什么说的 没什么说了 对吧 下面请公诉人继续取证 公诉人向法庭出示了李仲海之前 在公安侦查阶段所做的四次供诉 以及同步录音录像的视频资料 趁他把披肩围上没有防备的时候 我速度很快的 把用双手往后紧拉着披肩的前面两头 他的后背紧贴着我的前胸 还喊了一声救治就发不出声音来了 他当时用双手往前拉披肩 我在后面用后背 把他紧紧顶住 相当于把他背起来了 被告人李仲海 刚才公诉人宣读了你的供诉 还有指认现场的录像 你有什么意义没有 那个是假的 我编的 好 请公诉人继续取证 下面公诉人列举第五部分证据 系证明被告人李仲海 及被害人王彦身份情况 前科情况 具有完全行事责任能力情况 以及本案的办理经过情况 公诉人向法庭出示了恩施市人民法院 判处李仲海有期徒刑的判决书 被告人李仲海 你先前在这个你的基本情况里面说 1986年 86年是吧 因盗窃被判刑 你这一次是因为什么原因 去偷到东西的 85年那时是当时王彦说那一个 他想要一个这个 那个时候叫什么叫山羊 就那个东西 也就是叫生日金的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要想要这样一个东西 这样一个东西 是问了王彦偷东西是吧 对 也就是说这两次 第一次判刑 第二次被夹刑 都是因为王彦的事情 是吧 是 上面法庭调查已经结束 通过举证 自证 除了被告人对起诉出指控 杀害王彦的事实 予以否认以外 其他的证据 证明的案件事实 控辩双方都没有一意 下面 对本案附带民事诉讼 进行法庭调查 被告人李仲海 你对被害人王彦的近亲属 起诉要求你赔偿 王彦的商账会 2万余元 死亡赔偿金 49万余元 有何答辩意见 这个我没什么意见 被告人李仲海 你是否愿意赔偿 因被害人王彦死亡 造成的经济损失 对附带民事诉讼 原告人提起的诉讼 要求你赔偿 你是什么态度 因为这个人 这个赔偿 关他的死亡 我来赔偿 这个不合适 再说他不是我杀 是我杀的 那都好像不懂 不是 监狱这个被告人 认为王彦不是他杀的 他不予赔偿 所以没有调解的基础 对附带民事诉讼 本庭不组织调解 法庭调查结束 下面进行法庭辩论 法庭辩论 下面有公诉人 发表公诉意见 审判长 审判员 备受恩事周诚 关注的李仲海 杀人罪事案 今天在此公开开庭审理 公诉人认为 被告人李仲海的行为 构成故意杀人罪 在整个法庭过程中 李仲海头脑清新 语言也很流畅 因此李仲海 始终没有说明 自己为什么要在公安机关 撒明显对自己不利的谎言 因此请法庭综合权案证据 对李仲海当庭的辩解 不予彩性 公诉人认为 对被告人李仲海 应当在量刑幅度内 从严成处 以告慰逝者在天之灵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中海于2015年10月18日 杀死王爷后 将王爷的尸体放在床上 自己却悠行的在清水阻廊 去转了一圈 回家后 若无其事的玩游戏 直到19日凌晨3点左右 之后又有王爷的尸体 共编一宿 这充分反映 李仲海冷泻残忍 案件发生后 在全社会造成了 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一度引起社会恐慌 审判长 审判云 被告人 李仲海的犯罪行为 不但严重触犯了刑法规定 也违背了天理人伦 为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所不齿 危害严重 情节恶劣 不但应当受到刑罚的严厉制裁 更应当受到道义上的强烈谴责 下面由 复旦民事诉讼 原告人的诉讼代理人 发表代理意见 审判长 审判员 受被害人 网言警亲属 杨长逊 杨汉登人的委托 原告人一方认为 被告人李仲海犯故意杀人罪 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被告人李仲海 在今天的提升过程中 无任何毁罪表现 至今为止 被告人及其家属 对被害人家属 无任何赔偿行为 而且当庭翻过 回避本案发生的客观实施 所有的这一切 均证明 被告人 无任何的飞机标显 请求法员 对被告人 应依法判处事情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下面由 被告人李仲海 自行遍覆 那个人 人之将死 他是有一种 本能的那种求生的欲望 那个是肯定有的 你比如说 就像刚开始 我的那个 那个公词里面的描述 就是一条披肩 其他什么都没有 那么我 他 我们都是那个 全挪的 挪体的 那么那个人 他很自然的 这个手 他会去抓 跑 可是 这里面没有 那个 我说没有任何伤害 没有这个 这个 找上的那个 那些痕迹 是没有 被告人李仲海认为 自己身上 没有防御伤 无法证明自己 杀害了王燕 他自己 没有聘请辩护人 接下来将由 指定辩护人 为其辩护 被告人 李仲海的辩护人 发了辩护意见 曾经的 审判长 辩护人对公诉机关 指控的事实和罪名 没有意义 他认为 李仲海杀害王燕 属于激情犯罪 本案被告人 是不存在 预谋杀人的 这个主观故意的 被告人 发现这个 受害人 不仅于自己 是一个 保持的情人关系 还有 其他的男人 保持一个情人关系 并且 还和其他的 这个受害人 还和其他男人 合伙 做生意 甚至于 连做生意的 这个资金 都是由受害人 全部出的 所以 这个被告人 精神上 极大的刺激 结合 这个 这个受害人的 态度上的敷衍 冷漠 所以 产生的这个 犯罪行为 辩护人认为 被害人 王燕 本身有家庭 还和李仲海 保持情人关系 自身有过错 请法庭 根据过错程度 和责任大小 在量刑时 予以考虑 司法应当是 平和的 理性的 所以我们希望 通过这个案件的 判决 彰显司法的 这个理性光辉 和人文关怀 体现这个 刑事法律的 立法宗旨和本意 下面有 公诉认答辩 公诉人引用 尸体检验鉴定书 对于没有出现 防御伤 进行了说明 这个 披肩 给他内紧的时候 他可以反抗 但是他这种情况下 他从他背面内的 他没有反抗的预理 那么他首先的是 要拿开他的披肩 那么从他的背面的话 他手 缓不过去 对于嫌疑人的话 无效 所以嫌疑人 不可能受伤 公诉人认为 李仲海杀害王燕 不属于激情犯罪 被害人到李仲海家中之后 并没有什么 不当的行为 或者是言语 来刺激被告人李仲海 因此 被告人李仲海 认为王燕 对其进行敷衍 以及怀疑 以及怀疑其另有情人 都是其自身的一种猜测 并没有相关的证据 来予证实 通过今天的庭审 我们可以看出 李仲海情绪非常稳定 从李仲海在家中 长达14个小时 对王燕尸体的 肢解的过程看 李仲海心理素质 非常好 如此强大的心理素质的人 在王燕并没有 什么很极端的 言行的刺激下 说李仲海 具有激情杀人的 这种犯罪 显然是不合理的 下面 由被告人李仲海 做最后陈述 那天我跟王燕 根本就没有 合身性关系的那个东西 为什么是没有 合身性关系 因为我 没有那个性能力 从2014年起 经常的庭审事项 已经完成 何一庭将根据 庭审查明的事实 证据 以及有关法律规定 对本案进行评议 现在休庭 美容院女老板 独自进入这个房间 从此失联 那你认为王燕 在你家中是怎么样 死掉的 不是我任务 应该他就是自杀 李仲海的辩解 让被害人家属 感到愤怒 至今为止 被告人及其家属 对被害人家属 无任何赔偿行为 而且当庭宽广 毁避被案发生的客观事实 所有的这一切 均证明 被告人 无任何的非得表现 庭审现场本期节目 王燕之死 广告之后 播出判决结果 2016年10月16日 湖北省恩施州 中级人民法院 作出一审判决 法院认为 公诉机关指控 被告人李仲海 故意杀人的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指控罪名成立 被告人李仲海 在庭审时 关于是王燕 用美工刀 自杀身亡的辩解理由 与王燕系机械性 至其死亡的 鉴定意见不符 且被告人李仲海 审判前 有罪供述 与本案其他证据 能够相互印证 足以认定 李仲海 用披肩勒死王燕的 犯罪事实 其当庭翻供的理由 不能成立 被告人李仲海 勒死被害人王燕后 为了隐蔽抛尸 又将王燕的尸体分解 其作案手段残忍 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罪行极其严重 且当庭翻供 还有犯罪前科 应从严惩处 法院对于附带 民事诉讼原告人 请求判令 被告人李仲海 赔偿王燕 丧葬费 21608.5元的 诉讼请求 予以支持 法院判决 被告人李仲海 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审宣判后 被告人李仲海 不服判决 提出上诉 被告人李仲海 自以为杀人之后 只要自己死不承认 就死无对证 但是严密的证据锁链 让其难逃 法律的严惩 在控辩双方 在场的情况下 对指控被告人 有罪的证据 逐一举证制证 做到事实证据 调查在法庭 定罪量刑 辩论在法庭 判决结果 刑成在法庭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听视现场 我是琪琪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